以为用一个商业的价钱 租到一个深水铺位 开一间兽医诊所 是一件幸运的事 又怎会想到一开始装修 就已经收到入伙大礼物 是黄金满屋 新年时我们收到电话 说可能有点水泡 没有很多水湧出来 后来发觉 现在这里我们旁边的沙井 就是爆了一些 不是那么干净的水出来 因为这个就是刚刚好 两条渠都是去这个沙井 对 沙井位也比较浅 所以可能前面一室 就先倒灌到这个 业主签约之前 跟关小姐所说的内容 和现在现实所发生的事 完全是两回事 在租的时候 我都知道是有点问题 他有跟我提过 前面两个沙井 基本上可能有机会 会有些东西滲出来 所以设计上 我特意搞到那里是一个 外面的地方 就不太影响我里面所有的仪器 我问了他们几次 其实是爆得多厉害 或者是一年会有多少次 租不租 当时我可以自己去衡量 但他们就全部说 我们不清楚 但我昨天就过去隔离铺 就跟师傅那些谈过 他说原来一年都爆三、四次 关小姐的诊所 原定三月尾就会正式开张 但现在铺里面的这个计时炸弹 不知何时会再爆过 事情还未完满解决之前 诊所目前的情况 都令关小姐进退两难 师傅建议可能找些很重的东西 握住它 密封了它 类似这样的结构 但你又可以拆出来 去清洁 业主环博公司那边 也有派人过来跟我们商量过 他们的判头就建议 可能我们把这里升高到这么高度 下面就有安装规定器 变相一有水滲出来 那规定器就变成 我们就要找隔离那边 去帮我们通渠 或者我们自己叫人过来通渠 但我们不是24小时在这里 要么我就变成一间24小时诊所 要么我就设定了个警号 铺都未开 就已经问题多多 关小姐也很无奈 走又是不走又不是 留下在这里 我就要可能三四个月 有一次这样的问题 我当然希望有人可以赔偿给我 然后我当然要走路 要么你就真的找个解决的方案 去这段期间 给我弄了一条渠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何时开张呢 其实装修这些费用 我已经没有了七位数字 如果你说再要搞一会 硬要绑死我在这里三年的话 基本上我自己又不开心 心理压力也很大 就着事件 我们就向业主查询 但就未有回复 再说一会儿 玩电话 欢迎订阅 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